黨國男一號習近平萬萬沒想到 影響力一直在他完全碾壓之下的前總理李克強 退場的時候 影響力如太陽黑紫突然爆發 徹底失控了 全國至少20個城市 自發出現了大量鮮花悼念的人群 從合肥鄭州到遠在安徽廚州的定遠縣偏僻鄉村 李克強祖屋前邊 花海成了讓中共憲政權觸目驚心的場景 所有喜歡李克強的不喜歡李克強的空前聯合起來了 鮮花和白紙也空前聯合起來了 只不過這次白紙上出現了各種在黨看來嚇人的沖塌文字 還有各種足以讓七個老頭停止呼吸的金句也及時趕到 聽金句信不信有你 這個世界看起來很亂 But有個觀點明理暗理驚奇一致 都在等著看一個人的笑話 拋開懦弱的人出現了 跳進黃河洗不清的人出現了 塔西鐸線角出現了 無法預測的未來也出現了 全出現了 於日乎大江南北上演各種離奇場面 白髮蒼蒼的老人 煮著拐杖帶著鮮花和一塊豆腐前來平調 鄭州長跑隊伍裡邊在掛過趙立堅偷樂的黑白照片的後背上 重新掛上前總理李克強的黑白照片 長跑隊伍出發前李克強的名字 以藏頭標語的方式被人高高舉成了一桿大棋 一位顫沉唯唯養老金都不知道在哪的老人 哭著跪倒塵埃 說人民對不起你呀 我必須給你磕三個頭 更不可思議的是 一群爛尾樓的受害者 也來給他們心中的總理獻花 落款鄭州爛尾樓業主的民眾說 請受晚輩三拜永遠緬懷 於是乎有人問 韭菜愛鐮刀大國奇觀 裡面有多少金融難民呢 有多少P2P詐騙受害人呢 有多少找不到工作的人呢 有人回 李克強是誰並不重要 他曾經幹了什麼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人們為什麼會自發走上街頭 紀念一個毫無政績的總理 讓人看著眼角發酸 卻也有少許不適的畫面裡邊 傳遞著錯亂和悲涼的氣息 所有信息都指向一方向 眼淚、卡片、花瓣的蝴蝶翅膀 震撼、煽起 牆裡牆外、金句妙評 歡樂開掛、直面人生 乾淨世界和油管的各位茶友們好 我是劉卓 我是李政 海外獨尖對口時尚新聞頻道 老北京茶館又跟您見面了 跟昨天一樣 悲涼的開場沒法上開心段子 只好 給茶友們來一段工商廣告 平復一下心情 著急的您可以直接滑過去 看下面 雙食一到來 藍莓優品携手老北京茶館 以完全碾壓亞馬遜的價格優勢 為大家奉上全球知名的青奢品牌 Cloud隱形腕 即將脫銷 預購重塑 美國好多家電視臺都賣爆了 此言不虛 咱們茶友的贊助商Cloud隱形腕 跟茶友們見面以後 李政考察了多家電視臺 真的是賣爆了 確實看了好多信息 朋友說了 他瞭解到情況是 一家小電視臺 一天之內賣掉好幾千雙Cloud隱形腕 據說6000多雙 這個情況在很多電商平臺 或電視臺都有發生 為什麽呀 就因為名品優質 確實跟腳 一局解決了 所有前口隱形腕的歷史遺留毛病 您走他也走 玩命往前出流 您說得有多少顧客喜歡吧 這還僅僅是頂部橫向弧度設計 腳跟無獨硅礁防髮條 四周不勒腳的彈力帶 其實還不止這些 還不止還有什麽呀 還有頂級棉材料 吸濕排汗透氣 一天穿下來 那腳甭提多舒服 整個隱形霸裡的藍波基尼呀 真正用得著用得好 有價值有口碑的良心商品 如果您一不拒絕穿前口襪 二信任們哥倆 那麼非常推薦您試一試這款襪子 到底有多好 必須向贊助商致敬一下 Cloud品牌在亞馬遜和自個的官網 從來不降價 一雙十幾塊九毛九 現在在藍波優品 卻為茶友們準備了破紀錄的優惠 限量買五送二 單價只有九塊多 相當於七九折 好襪子給貼心的您 提醒一下 Cloud的產品已經超值盪力 所以不再參加85折優惠的活動 不過仍然享受跟其他商品一塊購買 70美元美國境內免郵費的政策 購買鏈接已經在視頻下方描述欄 致頂留言和社區通知 預購從速 行了緩衝結束 段子走起 話說 玩笑開大了 怎麼說 自打一尊親自指揮 親自部署 黨國大員各種高烈度 絕對表忠 忠誠不絕對 就是絕對不忠誠 成為風氣之後 王毅直接衝進白宮 當著美國總統拜振華的面 給習近平一尊挖坑去了 什麼意思 跑拜登面前給一尊挖坑 怎麼吧 翻白眼 白眼的木翻 狸貓煥太子的猛煥 這啥情況 情況是將子的 說說 按前網絡刪貼小成手劉立鵬說法 反聘戰狼王毅 這不是奉命給習近平跟拜登 11月碰頭會打前戰去了嗎 對呀 王毅到華盛頓 布林肯老敗全都見著了 出愚情了 什麼愚情 先見的布林肯 一見面 布林肯根據常識上來就問 你們總理李克強倉促離世 什麼細節 好 奶壺不堪 提奶壺這位 據劉立鵬回憶 王毅被布林肯問的不耐煩了 脫口而出 心臟病不是很正常嗎 額 共產黨有幾個 心是好的 戰狼命發作 這也是捅到痛處了才來 說實話了 時針滑到下一場景 白宮布林肯作陪 拜登正跟王毅那扯閒篇的 扯閒篇 拜登對王毅就說 我對前總理李克強的趨勢 表示哀悼 他是一個出色的領導者 我們曾經在2013年 還沒能說完呢 王毅的嘴角 捧不住胸向 獠牙露出來了 不好 戰狼有呲牙 布林肯手機很快 立馬咳起聲 呃 呃 拜老師 替我們咱祝賀習主席吧 說完這句 戰狼殺 警報瞬間解除 大家開心的喝喝了 喝喝 我也喝喝了 這事說起來真是夠無語的 中共官媒新華社發了一個消息 美國總統拜登會見王毅 最後一段驚憲 拜登向習近平主席致以問候的字眼 單看這倒沒毛病 結果您再看美國政府的網站 人最後一段赫然寫著 拜登表達對中國已故總理李克強的慰問 好 這意思 拜登會見王毅的時候 對李克強表示哀悼 被你黨聲聲篡改成 拜登對習近平表示問候了 那唄 獨立記者趙藍健 腦洞都雷開了 說王毅真能亂搞 扒記習近平您這樣扒記幹嘛呀 竟然指揮中共官網 刊登拜登沒說過的話 問候習近平 闖大禍了 悼念性質的問候 被王毅直接轉給活人習近平 這也忒不及地了 老習可是相當信玄學呀 您這麼玩 難道要給他來個 弄作弄帶呀 這表中表的 徹底表擰巴了 找擰不出 凶罩來了 李克強走那天 本來少白頭無尊友就跟著走 就玩了一把身帶弓 帶走白頭翁 可不嗎 一尊那天打一天噴滴呢 這回行了 王毅把老拜登 望空搖擺 皇權錄上李克強 趙單全收 夾雞轉給習大大 說這是對習大大的問候 老拜還得難談自語呢 我問候一尊那時候 選擇了哀悼的方式 不是我還沒老年持在到那種程度吧 王戰狼徹底涉嫌 狸貓換太子 大便活死人了 整個就是 恨一尊走得太慢了 跟菜鳥蔡奇 完全取得了異曲同工的效果 蔡奇異曲同工 這是啥情況 咱上回不分析了嗎 花18個小時編出來的李克強副告裡邊 有7個缺少逐於李克強的病菌 就是刻意抹除李克強 十年總理的政績 是這事兒怎麼了 果成細節來了 卻原來 十年總理任期政績那大段的描述 把兩個李克強換成了兩個他 單裡人那個 以及把更多李克強直接刪除這動作 是蔡奇幹的 蔡奇幹 對了 據說蔡奇讓秘書班子 翻來覆去給他念了好幾遍 李克強十年總理任期的總結 聽來聽去 蔡奇怒了 打住打住 李克強李克強李克強 全是李克強 一尊習大的名字 通篇才出現五回 李克強都出現多少回了 將來讓後人看見 這到底是誰的副告啊 秘書也懵了 這不是李克強副告嗎 是啊 蔡奇如夢方醒 造了個大紅臉 對對對 是李克強副告 我差點犯下弑君之罪 涉嫌對一尊嚇咒你 人家會找不啊 沒有啊 純粹誤會 罷他 那也不能過於強調李克強同志 口口聲聲李克強李克強 那核心往哪擺呀 指揮他方向哪去了 行行行甭討論了 刪了 全刪了 啊就這麼給全刪了 全刪了 刪完之後 蔡奇歡天喜地 屁顛屁顛 拿給一尊看起來 直接就通過了 此處省略了 蔡奇差點把副告 張關李戴的 可怕錯了 反正您這麼說 蔡奇發力 不光指揮黨媒官媒 禁止開專欄 悼念李克強 而且還指揮微博話題 把地方黨政機構 悼念話題 全部從簡 勤儉節約 都起了 劉立鵬都感慨了 說 李總理 您這死的也太慘了 整個微博只有七台合適 總工會一條 為您送行的 肯定從簡呀 消息都已經放出來了 追悼會那事純屬虛告 不存在 就在昨天 網上多個渠道傳出那部消息 剛剛發了通知 一共四條 降半期 不開追悼會 外地領導和國外友人 一概不來吊念 11月2號告別 這消息還真就是真的 網傳截圖還有細節呢 這麼說 按照中央有關喪事從簡的精神 不開追悼會 遺體將於10月2號在北京火化 當天北京天安門等多地要下半期 不邀請外地官員和各國駐華使節 參加遺體送別活動 從來以大撒幣為專長的縣政府 突然想起喪事從簡 前兩天不就是嗎 院員會花3000億 20塊錢268種菜隨便吃 這時候必須得從簡 咳咳 不成啊 您這言論嚴重涉嫌 我告你涉嫌什麼 S帳號李老師剛得消息 目前體制內明確要求 所有人對李克強逝世這件事 不言不聞 不傳不問 一切以官方通稿為準 不傳不問 我不問有人問哪 推特帳號新聞調查人就問了 去年11月30號江澤民去世 僅幾個鐘頭中共新華社就公布了智商委員會名單 這李克強去世兩天了 智商委員會連個影都沒有 現在宣布追悼會居然也不開了 還禁止經外人士外國人士悼念 習近平到底害怕什麼呀 兩天算什麼 都四天了還沒有 黨中央表示 李克強通知一直幹的是總理 所以黨中央是參照前總理李鵬的規格 沒有追悼大會 沒有智商委員會 僅有遺體告別一事半地 等等等 家在私貨可不行啊 李鵬死哪時候 第二天就公布智商委員會名單了 這樣啊 老李人都四天了 還一點影沒有呢 現在唯獨知道什麼呀 11月2號要據說是內部遺體告別 然後直接包包身火患 只要中堂變成一股清煙 萬事大吉 齊活 等會兒吧 區別可大了去了 李鵬沒開追悼會 那是李鵬家人主動要求的 你要求 為什麼呀 六四屠城 李鵬名聲太臭 黨內很多人跟他切割 開追悼會 該來了大量缺席丟不起那人 為了掩蓋尷尬掐樹印 主動低調處理 那明白這意思合情合理 那李克強人不至於吧 說的就是 不但不至於 按現在民間悼念的規模和熱度 只能是讓一尊尷尬 您笨琢磨呢 這種不明不白 稀里糊塗死了的情況 李克強家人 肯定希望給老李來一風光大葬 那也算是最後的安慰 怎麼可能主動提出掐樹葉蓋上 那無聲無息了呀 等會兒 我可記得網上最近九個帖子 說李克強家屬要求驗屍 是吧 有這傳聞 最新消息 宰相家屬不認同官方發布的死因 要求必須驗屍 要國外的大夫來驗 網友有云 李克強總理的家屬都需要維權了 這國家還有誰不是受害者呀 當然了 李克強家屬敢不敢提出這樣的質疑 我是表示懷疑 唯唯諾諾的老李後邊很可能是 窩窩囊囊的家人 倒是現在民間的質疑 膽量比李克強家屬還大了 說對了 媒體人葉冰就說 發病的時候誰在現場 名單該不該公佈 決定送中醫曙光醫院的誰 名單公佈公佈 參加搶救的誰 名單呢 確診簽字的呢 發病現場監督錄像的呢 有沒有證據 該不該公佈 該不該驗屍排除他殺的可能 為什麼誤著蓋著 你們怎麼看呢 沒法看還怎麼看 徹底黑箱操作呀 時評人蔡慎坤不說嗎 本來外界都想看看 李克強追悼大會的實況和規格 誰參加誰不參加 老同志在現場的表現 然而 蠻橫的參事從簡 這事只能理解成什麼呀 當局根本無法控制追悼大會參會人群的情緒 怕失控 李克強死於盛年 嚴格控制一禮告別實驗室的人數 不讓境外人士參加 不讓外國政要來京參加 究竟在恐懼什麼呀 破罐的破摔 連裝啊 你們都不裝了 黨是不裝的 人民群眾也不怕了 30日當晚 合肥紅星路已經有市民 手裡端著一包子 出來祭奠李克強 包子 這真往上衝塔呀 真有點揭竿而起的意思 各種形式揭竿而起 10月27日 當運送李克強遺體的車隊 從西郊機場駛出 進入四環主路 附近汽車不約兒童一體鳴笛 引發連鎖反映 北京整個市區據說 萬車其名 跟這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 李克強去世當天 習近平主持政治局會議 新聞報導完全沒提李克強撒字 台灣評論員林保華後來就說 至少會議開始時也應該為李克強默哀一下吧 可見習近平對李克強多麼的恨之入骨 有時候不得不服 一個正常人 一旦逆進這絞肉機 簡直蠢到天際 傻出圈兒了 出圈兒 越是對前合作10年的夥伴 強力碾壓無視 老百姓越是玩命的悼念 甚至公開咒罵他的敵人 沒說嘛 20多個城市都出現悼念的人群了 而且越來越機幹而起 火燒連城 行了 讓當局害怕害怕 咱也分享幾個 悼念李克強的鮮花上的卡片留言吧 各位 誤注小心蕩 29號晚上 鄭州千禧廣場 悼念民眾留言 人在做 天在看 王某蛋 終究會滾蛋 極權獨裁必將被掃進歷史 您聽聽 王七家一蛋都出來了 你再看這個 民主自由萬歲 極權獨裁必將被掃進歷史垃圾推 您是一面鏡子 孰是孰非 人民心中自有定論 李克強在天有靈 都偷著樂了 偷著樂了 我成代表民主自由反獨裁鬥士 我頭會聽說我 還要把他對手叫成惡鬼的呢 我們看這個 感同惡鬼真高下 不向霸王讓寸分 再聽這個 胡趙一封 胡耀邦 趙趙紫陽 胡趙一封 人在幹 天在看 看呼瘋了 一路走好 一路走好 太婉轉了 你那個 看這個 咬的活著 他已經死了 咬的死了 他雖然活著 不來點狠的 壓不住了 這還比 李總理走好 為什麼是你 好 這行了 咱接著看這個 肉夾磨祭典 熱呼的 留神燙著 解釋一下 肉夾磨是陝西包子的意思 黨中央表示 誰管理平臺呢 趕緊的 把送花的業務給我掐了 嘿 平臺溫馨提示 您這個訂單送不了 平臺規定不讓送 謝謝 行了 咱就展示到這吧 實在是太多了 我算是看明白了 道念李克強是個有頭 真正道念的是什麼呀 是咱中國人被反覆安地摩擦的現實 和始作俑者 中共 該說說回旋標 塔西陀陷阱了 這個黨和決心保黨的人 終於耗盡了最後的一點信譽 茶友們知道 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陀 評價一位羅馬皇帝的時候 說 一旦這皇上成了人們憎恨的對象 他做的好事壞事 同樣會引起人們對他的厭惡 一個政府或者組織 一旦失去了公信力 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 做好事還是做壞事 都會被認為說假話做壞事 這就叫塔西陀陷阱 說白了呀 信譽掃地 徹底沒了 事實上很多人發現 悼念李克強這件事 跟李克強本人關係越來越小 說太對了 而且跟另外一個活著的人關係越來越大 確實說的更對了 其實就李蔣本人 自媒體人公司審有個總結說 說李和習有本質不同的人 是典型的反習不反黨 淡化和忽視中共黨國體制本身的決定性作用 事實上 李和習確實有很多的不同 學歷不同 氣質不同 性格不同 水平不同 地位不同 職位也不同 但是 他們都作為中共最高統治階層 不惜韭菜代價來維護中共黨國的本質 這點是相同的 從毛鄧到江湖 皆是如此 齊胡 很多人說 其實我對李克強沒什麼好感 而But 李克強一死 我還是感到前所未有的窒息和絕望 因為不管是他 出於狡猾 還是真情流露 他至少還表現出人性的一遍 哪怕這種人性的表現成了黨給我們扎的麻醉劑 But 那畢竟是人性 我們還覺得自己當人對待是個人 然而 看著當朝皇上 以及他的紅人 蔡奇等等 毫無人性的樣子 我們絕望了 我看網友清明宗不說了嗎 李克強在民間知識分子內部並沒有什麼威望 人們悼念的 無非表達了兩種情緒 一個是對習的不滿 二是和在習的壓制下鬱鬱不得志的李克強 找到了某種共情 哦 共振了 慕容雪村就說 李克強直不直的悼念是一碼事 民眾藉著悼念來表達什麼 這是另一碼事 當千萬人以悼念他的名義走上街頭 他是什麼人已經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人們到底為什麼走上街頭 被悼念的李克強不再是李克強 而是某種寄託 也是對曾經還有點喘息空間的日子的懷念和寄託 慕容雪村最後說 社會運動是沒法預測的 瀰漫在中國的憤怒和不滿情緒 就是社會運動最好的土壤 就算今兒個不成 還有明天 這次不成 還有下次 揭竿而起 搖搖欲墜 一切皆有可能的未來 您做好準備了嗎 好嘞 送人好茶 手有餘香 別忘了哥倆為您推薦的Cloud隱形罷 視頻下方文字欄 至於留言社區都有鏈接 走請您呐 藍莓優品茶友優惠區 再見 再見